业余投资人极大的去做空 说明这些人抓到了入场做空的最好点 他抓到了最高点最大的人做空 可是时间不久短短的几根K线之后 你看看他们该干什么呢 马上转变成多头或者平仓了 马上转变成多头 所以我们从这看到 VTL的投资人他能不能找到顶呢 有时候他们会找到顶的 而且他们找顶的能力甚至比专业的投资人还强 比如说在A位置非常多的业余投资人 找到了这个顶做空了 B位置非常多的业余投资人 找到了这个位置做空了 可是我们看到只要行情往上走 业余投资人就不断的做空 不断的做空 一旦空单盈利 那这儿的确做空做对了 一旦空单盈利 马上就变成多单了 或者是空单就平仓了 或者或者在这个时候就空单就在这儿 我把这个电脑声音关掉 所以我们看到在这儿 当时做了一期讲座 叫做南辕北辙散户亏损指南 就是教你怎么样亏损的 做这种方法是会亏损的 那这个图当然是很洋气了 全英文的又是图表 我给大家举一个贴地气点的这个例子 举一下我们身边发生的例子 还是我们昨天做的欧元队 欧元队加币 现在在走调整 现在在走调整 那昨天我们在中间做欧元队加币 做出来之后 很多投资人跟单了 然后在这边去做了多单 做了多单 那今天我们就去询问说 今天这个多单有没有呢 没有了 什么原因呢 晚上睡觉醒来的时候 忽然发觉盈利了 忽然发觉盈利的做的一个动作 其实当我们发觉 我们做的那个单 做到了极限位置 并且盈利是一个很好的状态 它的那种感觉 它的那个交易的感觉 就像是我做到了这儿 正好正好做空了 或者或者对应这个位置 或者对应这个位置 这儿不是一与投资 开了最大的多单 开了最大的多单 然后在这儿也是抄到底了 对吗 看我这个箭头 它在这个地方也是抄到底了 对不对 也是抄到底了 抄到底 然后这个行情就往上走 行情往上走 证明你抄底抄对了 对吗 好 很快 没多久 我们看到它开始做什么了 开始做空了 至少 这个是它的镜头寸 这是它的镜头寸 镜头寸表示说 新开的多单 已经没有了 越来越多的人把多单平了 或者是新开空单了 那在整个的一个漫长的 在一个非常长的一个 一个漫长的涨势当中 在这样漫长的涨势当中 我们看到投资人始终保持 非常强的做空态度 而且只要有高点 它就做空 只要有高点 它就做空 然后终于有一次 它找到了这个最后的最高点 找到了行情的几家点 可但是连一天也没有 它就赚成了多单或者平仓 所以我说 在交易当中 摆档行情 业余投资人是能赚钱的 来回摆档是能赚钱的 趋势行情一来 业余投资人都完蛋了 它确定会亏损 它做对了 就盈利一点点 做错了 会亏损非常非常多 这一点也是得到平台验证的 平台 有些平台 它是 它的客户很多 我们也去调集了一些平台的数据 平台喜欢什么 喜欢这些客户做盘整交易 为什么 来回的盘整当中 客户反复的交易 平台就不断的赚钱 长线单出来之后 客户就开始扛单了 扛单就不交易了 不交易就没钱赚了 所以在这儿是它 好 这是